這個案子我們就是單純的是人頭 我們是被支配跟被指示的角色 所以對於其他我們一概不清楚 來來請教治人他騙我們那麼慘對不對 今天終於被戳破杜立平首度曝光的這個證詞裡面 這麼清楚所以該追他的責任 對啊因為當時不只是他這樣 黃瑞季也是這樣講 黃瑞季也是這樣講 黃瑞季也都是人頭 對我們只是人頭 因為所謂人頭就像你身份證調了被人家開戶 你完全不知道這種叫人頭 可是他的角色到目前為止 看起來其實已經太明確了 我覺得我還是主張說 當然這個案子有他的政治性 可是特診主在辦案的時候 還是不要有分別心 就是說你怎麼做都會有一些政治壓力 你還是依照說平常心來看 就是一個標準 其他的人如果犯了類似這樣子的刑期的這個案件 跟這樣子的金額你會怎麼做 你在這個案子就應該怎麼做 剛剛他跟我們講說是人頭騙我們那麼久 杜立平的筆錄裡面清楚怎麼說 他說有一天王厚元 王厚元就是吳淑貞的一個親戚 他被介紹到他們這邊 世貿聯理事的工作 他有一天交代一個信封交給他 信件裡面寫什麼 陳志忠說寫給海外的友人 討論如何防止 錢被查到這個海外的這個匯款 後來杜立平還特別特別在筆錄裡面講 我因為不大會發電子郵件 我是請我子女去代發這個電子郵件 那我們就要問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他明知道是非法所以他要找人 對不對 第二個他是要防止這個錢怎麼被查到 所以這個錢本身是見不得了光 第三個他可能現在進行室 這個人還在外面還在幫他洗錢怎麼辦 沒錯 尤其現在網路這麼發達 他就像剛剛大家講的 是不是我透過另外一個人 或者是陳馨宜到國外也做這個事情 不行嗎 也可以請黃芳燕也做這個事情 黃芳燕自己不行 叫他兒子幫他做也可以啊 所以說這個路子很廣 那特徵組呢我就 大家就在想說為什麼不壓陳志忠 這些證據在去年的十二月的時候 就已經掌握在特徵組手上 特徵組為什麼不壓 特徵組如果照這樣 這就是煙昧證據啊 煙昧證據 有過程壓他要見嗎 過程條件壓他 那個時候為什麼要深壓杜立平啊 從這一點可以看得出來 杜立平早就被特徵組監控 前面的狀況都很清楚 所以要壓他 大家很奇怪說 為什麼你只是搬錢也要壓他呢 後來我們看這個 我們回頭追過去 這個已經監控了 特徵組應該掌握這些東西了 那為什麼沒有壓陳志忠 我在想法有兩種 過去我們辦案常常做這種事情 我知道你海外有很多錢 我只辦了你的罪了 沒有把犯罪的所得追回來 我只辦一半而已 一定對國內也沒辦法交代 所以說放陳志忠出帝 陳志忠自己也知道說 這一部分特徵組也掌握了啦 所以說他根本對陳水扁也不敢講 陳水扁的律師也不敢講 所以說馬上提出認罪協商啊 所以說嚇壞了 趕快認罪協商 怕特徵組勝壓他 那第二個問題呢就是 那個陳志忠呢 那個是不是二次經改 還有涉案的情節非常嚴重啊 我們辦案單位會引力這個犯罪事實 不提的 等到這些條件通通達到了 二次經改我已經查差不多了 還有你錢一直不回來的時候 這個時候檢調單位一定會翻臉 胡大哥一起講的這個 是一個很重要的重點 他認為已經是淹媚罪證的一個 過程的一個擠壓要件 所以現在不是只有約談啊 現在光是這一封信 出去用電子郵件說錢 不要被查到 就可以壓他啦 我來講杜立平的故事 其實我對杜立平都不了解 只是有一次我在政論節目 我提出說他自殺 有沒有記得他有自殺 我是懷疑他是假自殺 我只是這樣講一下而已 結果 有人來找我 就說 跟我講 把這個過程講清楚 他說杜立平自殺是因為覺得進退失去 他覺得他過去是被原大馬家所提拔的 他覺得今天也把馬家扯進來了 所以他就自殺 其實這個本來是這樣子 但這個事以後 我就開始對杜立平小姐 我對他的事開始去了解 我才知道說 他第一次被特政組約去 他並沒有據事已告 但後來他出來以後 自殺以後 事實上有兩位都是企業界人士 我不要講名字 因為杜立平小姐跟企業界關係 是非常好的 那我知道 這都是人家 分別兩位切剪的人 是跟我講的 都是中央局長說 你怎麼做這種事情 怎麼是替 陳水扁家 做搬運的事情 杜立平非常慚愧 就再回到特政組 據實已告 才我們今天這些東西 換句話說 就是有很多人說 你怎麼還在到此關頭 被特政組約談了 還在替陳水扁家 在掩飾呢 所以杜立平小姐 經過一番天人交戰以後 自殺過程 然後覺得應該 徹底的把事情交代 人交代以後 心就清了嘛 心就清啊 我為什麼講這故事呢 我要說給陳志中聽 一五一十的 別人都講清楚了 我相信特政組所公布的 可能還是部分而已 不是全部啦 不是全部 我自己聽到也有很多 特政組沒有披露 我說 如果到此關頭 陳家 還以為可以掩飾 不知道人家已經講光了 人家已經掌握更多東西了 連我都看到Steven那個信 我說過了嘛 不是我賣關子 我不急嘛 看陳志中 在台下 在台下 看誰騎腳 我也不急嘛 我已經說過 我本來可以丟我也不丟 看陳志中你忍到什麼時候嘛 陳志中到這個關頭 你還不向特政組坦率已告 你在海外的帳戶 包括美國跟瑞士嗎 最後 把所有的聲譽攤出來 我覺得判重刑 恐怕不只是洗錢罪而已 欸 沈醫師 所以老天真有在幫台灣耶 你看陳正惠說 那時候 誰真的也沒有這樣掉下來 很多真相也沒有對不對 你怕他 包括杜利平 其實這個筆錄 也是第一次是沒有土石的啊 直到他自殺完以後 有人勸他 才慢慢把真相都弄出來了 那本來就是講 天網揮揮蘇爾 那我覺得 要不要羈押陳志中 這個有兩個層次 一個是有沒有符合要件 那我覺得是不是重罪 這個有待商榷了 那逃亡當然有可能 今天如果你放陳志中跑 他一定跑得比黃昂妍還快 那這個有沒有串政跟滅政 當然可能 但是符合要件 跟要不要押 可以不可以押 是兩回事 我覺得車身主不押 一定有他的道理 我們到目前為止 都認為是要留個活口 我覺得不見得 我覺得 大概車身主要的東西 都已經到手了 只是我們不知道而已 你在等著那個 二次勤改按起訴以後 你就曉得車身主 到底知道多少 我覺得我剛才提到 這個積壓膏的現象 我覺得現在如果 讓陳志中回去看 他們回來到機場的時候 講的那一段話 他們一定會非常後悔 所以他們就是 走一步 走一步 你急一點 我給一點 這個是我覺得 最讓檢調單位感到 這個不爽的 真的是犯後態度非常不好 所以法官大概也說 我如果要清查到 每一分每一毫都清楚的話 大概也無能為力 所以他後來 你看他一審的判決 就用非常巨額的罰款 把你擠出來 你不腳也是腳 我這裡補充 我們來討論 陳志中到底要不要積壓 我們舉一個例子來講就好 就王立寧的例子 他那時候也大概 就是沒有想到說 有什麼積壓 要件可以把它積壓 後來為什麼可以積壓 就是因為找到 他的一個秘書 發的一封簡訊給王立寧 就因為這樣的一個證據資料 就把王立寧積壓 那如果說今天 這個週刊裡面 報導是屬實的話 那陳志中他有這樣的一個行為 帶發郵件 這樣的一個動作 就表示他是知情的啊 他也知道這是不乏所得 難道這樣子 不能夠構成積壓的要件嗎 因為他正在持續進行當中 所以我覺得陳志中 他之前那時候 當時回國的時候講說 我是跟王立寧講 我是被支配的人頭 所以我們現在就可以很清楚知道 他不僅不是被支配的人頭 而且他是主導整個洗錢的一個 海外洗錢的一個CEO 更是整個海外帳戶的受益者 因此我們覺得 特政組應該在思考 到底 我覺得剛剛聖老師講的 你辦案 不應該要有分別心 也不應該有差別心 如果王立寧他們案件是這樣子 他們也是全家都被積壓 也都被判得重刑 那為什麼我們需要 為陳志中 陳家的人 換了滔天大罪 還要為他們活一個 留一個活口 我覺得這樣是不公平的 意思我們要嘛 一個要真相嘛 這個筆錄給我們某些真相 第二個就是錢追不追得回來 追多少回來嘛 那你現在問題做 照這個看起來 這個電子郵件出去 第一個海外有人啊 第二個他的錢可能還在跑啊 他甚至一指神功 在按一下電腦 錢還在跑 這個要解決啊 是我想喔 絕對不是說為了留活口 而且我覺得特政組 現在所掌握的證據 你論說要判行 我看整個判行的 判行的中行 我想已經夠他們關了啦 但是大家想一想喔 你說再來判不記得啦 關於二十年三十年 再放出來好不好 放出來之後 這一百億兩百億 多少錢我們不知道 如果都沒有追回來 未來讓他們出來 還能夠去用這一筆錢 去做不一樣事情的話 讓大家感到感到 所以我覺得 其實虐錢回來也是 不論是特政組 我相信也所有的民眾 還是我們民意機關節 統統統的要件 這個錢又沒有回來 你說放到多少錢 都是一個遺憾 所以我覺得陳志忠 你說現在放在外面 或許也是特政組的一種 手段跟籌碼 很簡單 你錢沒有投出來 我一定賣給你怎樣 但是兄弟的 陳志忠也是這樣 這點 我還是一粒都投出來 我怕我一粒子 給你收他 所以我覺得兩邊 說不定也現在正在鬥法中 但是我相信證據 是越來越明的 我們一定要把每一條錢 都追回來 這才是民眾期待 兩邊可能真的像意思講 在大鬥法 那今天這個筆錄 印證了很多的市政 剛剛宿主講那個例子 是很重要的 當王力寧 一個秘書傳一個電子郵件 就害王力寧被壓起來了 我們就要問啊 這個是陳志忠這麼清楚的一個郵件 而且出去還表示 這個錢是多少 5.4億的錢 叫他趕快把它藏起來 而且顯示他是現在進行事 現在該不該壓他呢 該不會A坦的時候 同時壓 我們再討論 我們要再回來